網傳汪文斌將接任秦綱 幫助這個頻道成長 讓更多人瞭解真相 日前在推特上風傳一個消息 說官方已經通報秦綱犯了叛國罪 並已傳達到10級以上 將由汪文斌接任中共外交部部長 說秦綱犯了叛國罪 我們昨天已經和大家討論過 57歲的秦綱右上年齡優勢 是習近平的寵神 前途無量 哪個國家用怎樣的利益手段才能拆反他 所以說他犯了叛國罪 這個不太可能 至於說由汪文斌接任秦綱 汪文斌是外交部發言人 是副司長 和趙立堅平級 恐怕還輪不到他做外交部長 外交部部長通常會兼任國務委員 也就是副國級 汪文斌只是一個副司局級官員 他的上一級是正司級 再往上是副部級、正部級 然後再到副國級 按照中共牌子輪背的慣例 這種情況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秦綱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時夜是6月25日 能讓秦綱突然消失的只有一個人 那個就是習近平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問秦綱去了哪裡 這個現狀絕不是習近平當初預料到的 評論人士傑心認為 這個只能說明一點 當時習近平讓秦綱立即消失的決定 是一個魯莽無斷的決定 沒有考慮後果是一個缺乏全面周全考慮的決定 一個影響如此重大的決策 正常的決策程序是應該經過反覆全面論證的 分析不同情況下可能出現的結果 然後做出決定 比如習近平至少應該和他的親信一起討論討論 有沒有可能在不驚動秦綱的情況下秘密進行調查 如果最後查出來他真的有問題 外交部下一步有誰來負責等等 在整個過程中 似乎都沒有一個人提醒一下習近平這樣做的後果 我們可以規則到習近平做決策時 是多麼無斷任性 在中國這種網絡嚴密管控下 關於秦綱的圖式新聞居然得到放行 民眾可以在網上公開討論 這是極不尋常的 這說明秦綱作為年齡最小的副國盒 已經引發了多方勢力道疾 使他成為黨內的眾矢之的 大家都要聯手搞定他的意圖 秦綱已經有一個月沒有公開露面 他回外交部的可能性越來越少 被定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中紀委可能會在某一天宣佈秦綱的一連串罪名 其中包括生活作風腐化 然後將他移交給司法機關 他的結局會不會真的是這樣 就像中共駐美國大使謝鋒說的那樣 讓我們拭目以待 中共新華社24號消息稱 中央警衛局院局長黃少軍中將因病醫治無效 於4月26日在北京去世 享年67歲 微信公眾號中景中城4月27日曾發布黃少軍撫告 稱其遺體告別儀式定於4月30日常務 在解放軍總醫院告別室舉行 香港《星島日報》4月30日報導了此事 近日中共官方才報導黃少軍死信 推遲了近3個月 大概是不希望外界關注黃少軍是怎樣死的 視頻人士石川雲發文分析 如果黃少軍是正常病死 當局為何要封殺消息 或許他因捲入權鬥被習近平自己抽喉算帳 民主人士黃君圖表示可能習近平覺得黃少軍有問題 所以就解決了黃少軍 報導稱黃少軍是河北省清河縣人 早年進入中南海擔任保衛工作 2009年就升到警衛局副局長 黃少軍任內多次陪同習近平外訪 包括2015年訪美國及英國等 2017年6月習近平訪香港 黃少軍全程互衛 習近平檢預駐港部隊時黃少軍新村軍裝 坐在吉普車副駕駛為止 2019年底黃少軍卸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職務後 整個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 中央警衛局一直沒有局長 都是由副局長主持業務 直到2021年7月15日 習近平打破慣例 從夜戰軍選人掌控中南海警衛局 政局長是曾任北部戰區陸軍副參謀長的 周鴻許 副局長是提前到位的陳登淚 港媒《明報》分析認為 習近平用夜戰軍將令空降擔任中央警衛局局長 是為了避免由原系統升上來 可能涉入較多中南海原來的內鬥關係 而黃少軍正是胡錦濤時代 在中央警衛局內部升上來的 去年1月 中共中央黨校舉辦了一期 中共黨政軍省部級官員研討班 在研討班的開辦儀式上 已退居而善的黃少軍 竟然QK地出現在中共官媒報導的鏡頭中 他錯的位置仍是中央警衛局局長的位置 當時外界揣測中央警衛局可能發生了什麼意外情況 以至習近平不得不臨時將黃少軍召回 有觀察人士指出 中共中央警衛局一直不穩 今次黃少軍病死拖後三個月才報導出來 也顯得樸索迷離 24日中共官方罕見提前宣布 習近平將出席成都大運會開忙式 大運會是指大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 同時還公佈了到訪的六國領導人名單 包括印尼總統佐科、匪制總理蘭布卡等 網友諷刺這些都是中共花錢收買的國家 分析指目前中共的國際外交活動極為貧乏 與大多數發達國家 以及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似乎都已斷絕往來 每次有什麼大一些的活動 需要其他國家領導人來撐場面的時候 中共都要花大筆錢來收買 這次出席開幕式的國家都是沒有國際影響力的 也沒有經濟實力可能都是花錢賣力的 與此同時 四川成都安保升級 據報導6月30日至8月11日 成都大草坪路、清水河街、良坪路、玲瓏東路合為區域 隨時有成都大運會執委會專用證件的車輛和人員外 禁止其他車輛和行人通行 24日成都當地網友透露 大運會在東站附近包了很多酒店 應該有相關人員住在裡面 出入都要被安檢 過來支援的警察特警都住在周圍 昨天下午東站附近不知道是在搞演練還是有人過來 一個路口十幾個警察、50米一個特警 有些大型巴士停靠的路段都不讓進去 連續多日 陝西西安市大批民眾聚集在新城廣場、省教育廳、各區信訪局前 抗議今年中考出現大量河南回流生 擠佔教育資源導致本地學生無法上高中 回流生是指會籍在西安但學籍不在西安的學生 回流生政策本來是為了方便去外地打工的西安民眾 他們的子女在外地上學但可以回到西安參加中考 中考就是校高中 西安中考11萬考生中 單單回流生就有4萬多 大量河南籍考生擠壓西安教育資源 導致今年陝西中考分數線上升20多分 大量西安本地考生無法順利升學 滿分700分、600分以下的基本上不到高中 西安家長認為這些在考試前空降的考生 雖然表面上擠佔的是西安中考名額 實際上是擠佔了3年後的高考名額 高考是指考大學 西安所在的陝西省算得上是中國的一個教育大省 名列985的名校就有3所 列入211的有8所 而河南省列入985、211的大學 只有一所就是鄭州大學 按照中共的教育體制 同一所高校級每個省份的分數線都不一樣 往往會照顧本地的學生 西安很大學多 與論近省份河南相比 西安的高考分數線比河南低很多 那就引來大量河南考生湧入西安 而西安的高考政策 對戶籍和學籍都有嚴格要求 比如學生至少在西安住滿三年 而且還要在西安的學校上滿三年學 這樣的學生才有資格在西安參加高考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西安當地的求學諮詢機構文辦學校 就想了個辦法 就是河南學生在校高中的時候 就去西安參加中考 然後在西安上三年高中 在學校住宿三年 這樣就能順理成章地在西安參加高考 抗議活動從7月18日開始 部分西安家長聚集在陝西省政府前的 新城廣場抗議 翌日D家長轉至陝西省教育梯門口 集體喊口號西安娃要上學 當局派例大量警察在現場維穩 21日是西安市信訪接待中心的抗議活動 最引人注目 數以千計的憤怒家長包圍了西安市多間政府部門 高喊口號 繼而發展到各區的信訪局門口 都有民眾聚集 抗議活動一直持續到22日 7月初 有網友在網上爆料 一些家庭憑借灰色手段落湖西安 但工作生活都不在西安 小朋友的學籍也不在西安 卻憑借回流政策到西安參加中考 今年西安中考10萬考生中 有大量回流生 數量1萬至4萬人 隨後西安市教育局發布通報辟謠 清網傳訊息嚴重不實 這樣更印發民眾的憤怒 網上流傳出戶口造假的圖片等大量證據 內幕被一點一點揭開 當地趙先生告知外媒記者 他身邊的朋友有做回流生項目中介的 他們已經賺到盆滿撥滿 趙先生透露這些中介機構 有跑政府關係、跑線下資源 這樣很快就將事情辦理 辦理一個學生常規收20萬元 如果有4萬學生的話 收益額應該超過一億多 已經形成了產業鏈 另一位民眾劉先生說 這個事件影響的是西安市教育以及未來 教育局不管不問、不作為 讓小朋友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既然網上傳出將近三分之一的回流生 這也不是空月內風 捐教育系統的漏洞 我們普通老百姓絕對不答應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轉發給你的朋友 世時變幻、少汗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